未在高雄巷弄 不零四十年透天措 底價只要三十萬 另一間在嘉義 一層樓平房只賣二十五萬 來到首善之區 台北車站商圈 六百八十八萬 含裝潢就能入住 高房價時代 竟然有如此驚人的便宜物件 真的能買嗎 睜大眼睛 注意看 其實這些是地上全住宅 格局就像一般的居家 提供服務的出租公寓 它是陳品峰 長期經營戶業管理 看上這棟位在台北車站附近 交通便利 生活機能完善的地上全住宅 重新裝修後 作為酒店式公寓出租 使用全線五十年 至今還有三十一年 但他一點都不擔心被時間追著跑 反而投報率讓他更願意加碼投資 房東換了兩個三個四個 還是由我們來做一個服務 投資者他是買的這個使用權 投入的資金相對是比較少 反算他的投報是反而是一倍 地上全住宅投資獲利高 來自於取得成本相對低 一般來說 地上全住宅房價是周邊行情的六到七折 但只有房屋使用權沒有建物所有權 期限五十到七十年不等 由於房子和土地都不是自己所有 對於自住客來說 可能延伸出隱藏危機和成本 地上全的住宅貸款的層數不高 所以你相對而言 你的自備款也高 取得的是所謂的使用權的住宅的話 那也許貸款層數更低了 通常可能三到五成 你在貸款的時候 還需要建商的協助 貸款層數低 年限短 房貸利率高出一般房貸的百分之零點五 自備款如果準備不充裕 購買就有難度 土地年年增值 但房屋卻年年貶值 部分地上全住宅 實價登陸網不會有交易資料 成交行情不透明 想要轉賣無窮參考 房地產價格在漲的時候 它也會漲 但是它漲得會比較有限 那房地產如果不好的時候 抗電性就會比較差一點 你越老越不好轉手 你又不能主張不更 一定期限截止之後 你要環無總人一無所有 高房價時代下誕生的產物 有利也有弊 要破除有土私有財的舊有觀念 仍是地上全住宅的最大挑戰 加上政府配套還不完善 想要透過地上全住宅 落實居住正義 恐怕還有段漫漫長路 東南新聞陳向宇 李軍 蕭涵綜合報導 台灣英雄全民加油 體育盛世看東森 I will show you